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一下怎么去做成这个蛋糕底 那甚至做成蛋糕底之后呢 如何去配搭其他的食材 或怎么去抹到这个杯子边 那邀请大家也是要注意 这款蛋糕奶茶呢 跟传统的蛋糕是不一样的 它只是说用到一个蛋糕粉 然后它的整个香气呢 就类似于我们吃的蛋糕 口感也是软软的 而命名跟正常的 我们在面包店 蛋糕店里面吃到的蛋糕是不一样的 它是没有用到面粉的哦 那甚至呢 某品牌呢 也会叫它叫布雷奶茶 好了不说那么多 我们现在来操作一下 这款蛋糕奶茶 好我们做这款蛋糕奶茶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打这个蛋糕底的 那打这个蛋糕底呢 很简单 如果有购买 我们的材料的小伙伴呢 都可以咨询我们的一个淘宝客服的 那首先呢 我们倒入我们的奶油 因为这个蛋糕呢 我们会用到蛋糕粉 所以一定要液体奶油先下 然后呢 再放入我们的牛奶 还有我们的蛋糕粉 最后面呢 我们还放少许的盐 进去做一个调配 好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食材加好了 然后加好之后呢 我们直接用手提打蛋器 把它打发就OK了 那首先打的时候一定要先 打蛋器往下面 好大家要注意 现在呢 我们整一个蛋糕底已经打 打好了 然后打的标准呢 其实就是倒挂盆的时候 它不会留下来 倒挂盆的时候不要留下来 所以呢 那大家小伙伴要注意不要问老师 需要多长时间 有机会你打的分量比较长 然后呢 打的分量比较多的时候 需要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那甚至呢 有机会你的打蛋器功率不一样 可能打的时间也是不同的 标准倒挂 不留下来 OK 好 做好这个蛋糕底之后呢 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去保存 使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然后抹到我们的杯边就OK了 那我们现在先来做一杯抹那个奶茶底 好 这个呢 奶茶底呢 我们首先用到我们金湖的红浴茶汤 250毫升 还有三勺的奶精 加完之后呢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呢 倒入我们的糖浆 黄金糖浆 然后再加上冰块 大概是倒400毫升左右的 然后再次进行雪刻 抽的时候呢 就需要把我们的蛋糕底 然后抹到我们的杯边 然后呢 我们抹的时候要注意 然后抹成一个不规则的一个现状就OK了 然后就把它这样子一路抹 大概呢 这样子让它透着不同的一个不规则的一个现状 好 然后再把我们的奶茶倒下去 这杯蛋糕奶茶呢 我们已经去做好了 那大家呢 要注意 表面上有少许的浮上来的蛋糕呢 那是对的 没有办法去解决 因为我们这个蛋糕呢 主要是用奶油去做的 有时候通过这个撞击冲撞下去 它会有一些浮上来 甚至做热饮的时候 这个浮上来会更多 这是正常的 那邀请大家呢 做热饮的时候 用纸杯盖上盖子 不要用顾客看到这种不哑观的状态 就OK了 好 这一期的蛋糕奶茶呢 已经到这里了 然后呢 大家要记得 关注我们悠闲胡说的公众号 然后给我们留言 那有疑问的话呢 再来找我们的小伙伴咯 好 拜拜 秒钟 秒钟 秒 原来我是八分